POP抢先报 或许听众朋友会觉得说 这不是个老案子吗 为什么我们又重新开辟时段来讨论呢 是因为这个事件有一个旧案新发展 就是在今年 因为我们都知道行政院党产委员会 他们重启调查了国发院土地案 这是手中就这个司法已经判决定验的一个旧案子 他重启调查 所以呢这个事情的缘由 由叶宋仙您自己来讲 是去年10月您曾经向党产会检举吗 是的 是的 我目前因为党产会也是根据新的法条 新的法规 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通过 然后才有行政院的这个党产委员会的组成 那他要处理的 要面对的也就是这个数十年来这个60年来关于呃不当党产的这个未来呃要如何能够呃达到这个转型正义 是哦还有还给全民一个公道 嗯所以说他们党产会也是正在努力 税金哦等等我刚刚又重新看了一遍 那当时候是都是手写字 哎是的 手写字您是不是从来龙去脉 譬如说民国43年之前地主就是叶中川 这个土地就是你们所有的 大概占地是非常广泛 您是来龙去脉都给我们清楚的说明一下 哦好的呃基本上这个这块地是我曾祖父夜金图 他呃架构在日炬时代就已经呃架构了 嗯那他是因为他是做凤梨罐头呃柑橘罐头起身的 嗯起家的 所以说这块地原始就是做一个柑橘 种植柑橘的一个柑橘园 嗯那日本人呃就是说来了台湾以后 就把他等于是算是充公啊 就就做那个美军战斧营 嗯那日本在打所谓当年的大东亚战争 嗯那有有俘虏了一些美军 嗯那就因为这块地是为 卫处在呃日日据时代总督台北的室内 嗯所以说他就做一个呃这个美军战斧营的使用 嗯那呃呃蒋军来撤退来台之后 民国38年撤退来台之后 因为这边已经是美军战斧营有已经有一些防射的这个呃方便 所以说呃国民党就把他由日军手上接收嗯嗯 然后做做他们干部训练中心也就是青春班 青春对革命革命实践研究院 对啊那在这个证据方面哦 您是不是可以依序跟我们讲 譬如说民国43年呃你们指控是国民党没有经过你们家族的同意 就是地主当时还是叶中川哦 那不法占用哦 该地然后兴建院所而且并没有付租金 针对刚刚这个环节您接续讲嗯哦 基本上他他就占着使用嗯 那这个土地的的所有权人还是在我父亲叶中川名下 所以才要定租约嘛对不对 对那那他就占着使用数年了好多年哦 先占用还没有定租约没有定租约然后呃 我父亲或我父亲一再的写纯正信函啊等等的抗议说 哎你土地你们占着使用 然后我再缴地这个田赋 嗯所谓田赋就是农地哦 这个农地是用根据这个地瓜一斤多少钱去换算 嗯哦那一年竟然要缴到我这个说1400块左右 当年的币值当然是很大了哦 嗯那还没有占着使用 那经过我父亲一再的抗议哦 那那那我再缴租金那那你们再使用 嗯那这个这个而且我又在缴税 税金税金那这样子是很不合理的啊 嗯嗯哦那那他就一再的拖延 对对方就是国民党就一再的拖延 然后说今年没有预算啊等等啊 明年也没有啊但是等等 就到最后就就还是因为熬不过我父亲的一再的抗议哦 嗯那就只好只好就签所谓的签了这个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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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 50元 基本上他在使用是八九千上万瓶 但是就是说 他就是说 因为看上这块地 其实这块地 就是说蒋介石来台 就是说来台 这个重新逝世 之后 他也在 对 复兴逝世 他在 他有一篇很重要的 这个所谓演讲 中华民国已经亡了 这一篇演讲 就是在这一块地上面发表的 那当然当时 他就是一再的 就是说希望能够所谓的反攻大陆 这个要 那所以说当时的肃杀之气 还有这个白色恐怖 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氛围底下 那虽然我父亲经过一再的抗议 但是刚刚有提到说 他终于签了所谓的地租 契约等等的 但是他都好几年都不付租金 等于是白签 所以说即使签了约或是怎么样 他还是在讲 还是提到 今年国民党没有预算 或是怎么等等的 而且甚至那个写出来的 就是说写出来的 叫交租金的那个支票 票号今天我都还在我手上 就是说他租金的计算 也是算得很不实在 就是说完全没有足额 即使这个田付要1400块 结果他每一年只付800多块等等的 根本都不够 然后我父亲还是要去赔所谓的 这个没有法使用的土地的 那个田付 所以说他处心几率在 一定要这一块地 那但是要使用 要要所以说经过我父亲 数年数年的抗议之后 他实在是显得很烦啊 这个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 等等 那他就干脆 我们就想想办法 把他把这个土地给弄过来 结果他没并没有想到说 这一块土地既然是农地 那他是其中 譬如说以那个杜麦证明 后来逼我父亲 强压我父亲去签 签字这个盖章的 那个所谓杜麦证明 就是买卖契约 买卖契约 明目51年1月 其实就是明目张胆的违法 来违反土地法30条 基本上农地是一定要过户 具有这个资根农身份证明 要有那个证明 然后你土地过户之后 是要继续维持一家温饱的农地 那这个是在土地法30条 如果你非农民 而且是假农民 即使登记过户 也要恢复原状 这个买卖是不成 绝对是不可以 好我们第一段 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步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进入口号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POP抢先报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六分二十三秒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 邀请的是国发院土地原地主 叶中川的儿子叶宋仁 刚刚我们已经前情提要 大概谈了一下这个案子 他的这个来龙 那我们去脉我们继续发展 在我的资料上面 是民国五十一年一月的时候 我刚刚也跟这个叶先对过 就是国民党派出的是 中央委员郭继 当时候以十九万一千元的 这个代价逼迫当事人 签下了一纸买卖契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事隔两三年之后呢 民国五十三年十一月的时候 国民党终于进行将土地 过户为国民党的党产 那我们讲说 民党上台之后呢 就是重新执政之后 开始成立党产会来追党产 那其实叶先你们家族也在 追这个党产 就号称这个党产 但是中间有个关卡 就是说你们曾经对国民党 提出告诉 可是2007年的时候 法院却判决你们是败诉的 请问这中间各种原因 可能是什么 我相信各位听众 大家也都知道 在在这五六十年来 台湾一直在一直是在追求的转型正义 一直在追求民族 但是你也知道 今天为什么需要做司法改革 基本上我们大部分 大概七成以上的民众 基本上是认为司法是不公的 那他为什么会不公 因为他是受到政治力的介入 没关系 叶先我们回归这个案子的主体 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进行 政治司法 我们的个人的看法的话 这个谈不完 对不对 我们回归这个本案 就是说 你认为说哪些你认为 就是以自身立场 你觉得判决不合理 如果我们对证 你们既缴了这个税金 对不对 有相关的证据也举证了 为什么还会败诉 我的意思是 就像我讲说 所谓司法不公 当然是有一些承办的法官 他不晓得他的政治立场 或是是怎么样 那竟然经过三审的这个上诉 到最后最后的最高法院的判决 竟然是虽有不妥 但是权宜措施 结果判我败 那在各位听众的心里面 法律本来就应该是像一把圣剑 他应该是在平衡 在天平 要让他平等 这个平凡 基本上不应该说 虽有不妥 法律怎么可以有不妥 即使我今天去抢人 去偷骗抢拐 那我是无罪的 虽然虽然有不妥 但是我因为我是党政 我是这个党国 我虽然不妥 但是执法犯法 我可以违法 我引用一下自由时报的这个报道 针对这个台北地医院 2007年判决认为 叶宋仁指控国民党 侠党国一家行 白色恐怖之威士等 他这个括号就是法官的用语 他说纵有部分属实 但审理应就各个具体事件 足以审拙 不能一概而论 法院认为 叶宋仁未能提出证据证明 国民党强迫叶宗川受递 最后判他败诉 全案在2011年三审定验 这个证据例 是不是有时间空间 你可以把你们所提的证据提出来 我们再来评价一下 好 基本上在当年的所谓填付证明的原始税单 都在我手上 如果它是农地的话 基本上在刚刚提到的土地法三四条 它农地是不可以过户的 因为我们当年的法律是保护农民 要三七五减住 跟则有齐田 那跟则有齐田的话 你把它土地给抢走了 要抢埋了 基本上你是不可以埋 不符合这个身份的 好 这第一个证据 那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他国民党一直到民国78年2月10号 才跟着民进党向内政部登记为社团法人 才是法人登记 所以说在这个原始 这个60年前 民国51年当时 他也没有向内政部登记为法人 所以说他也不是自然人 国民党他也不是自然人 也不是法人 所以说他竟然是在51年送件之后 53年还调了那个 把那个承办员 地政事务所的承办员给调走了 说原权力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权力 结果还是硬是把新的承办员 把他说上级有指示 让他通过 让他登记 所以说在制使无效 在当时登记的时候 就是违法登记 然后在土地法30条的话 你即使登记了 你也要恢复原状 回到原地主才对 那第三个 有没有更多的证据 在这个书面证据上面 像你们提供的 这个所谓的 刚刚我们提到的 诸约 或者说你们曾经缴纳过的诸金 还有你们缴纳过的税金 一定是土地是你们 那你们才去缴纳的税金 这些法官采不采用 会不会有追诉期的问题 没有 因为这一这个案件是 制使就是违法 明知法犯法违法在先 所以说他的那个 所谓法律追诉期的那个马表 就没有按下去 所以说他没有所谓的 过了追诉期 所以说我才会 这个也就是说 我能够一审二审三审 一直打上去 虽然我最后还是判我败诉 但是我的这个诉讼是成立的 他并没有说 驳回 你就不可以告了 因为你过法律 所以是追诉期 所以并没有这个追诉期的这个问题 好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跟叶仙谈 因为现在是党产会成立 成立之后 您检举 检举之后呢 现在有个转环 这个契机 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指标案件 这个指标案件 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说 如果没有任何的转环余地 他就不会去碰这个 三审定验的这个案子了 好 那某种程度是 党产会他有自己的这个认定 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 后续状况会如何 这也要有待这个 时序的这个发展 好我们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重新来好好谈一下 国发院土地案 因为这个事情有些转环 那我手边呢 是十几年前 我就拿到相关证据资料 就是有当初地主叶中川 所发的纯正信函 那也有这个台北县木榨相公所 给叶周招致 这位是我的祖母 祖母的有一份是为隔时院 这个租用土地如何如何 所以是证明是曾经 就是国民党是跟叶家来租的 那还有这个叶家 向这个台北市政府 缴交的这个税金的税单 那另外还有一份就是 法官不采用的 认为你没有提出相关证据 就是由那一位中央代表 国民党籍的郭继 他所签署 跟父亲叶中川所签署的 这一份这个所谓的买卖契约 上面还说 此乃双方喜悦各无反悔 恐口无凭据 特立此证 那但是呢 虽然有例这个 也不代表说 完全是在地主的意愿之下 为什么呢 谁愿意把八千三百多平的土地 就这样子拱手让人呢 虽然他是国民党 叶仙 对 因为国民党当时的确是比天还大 那他自称是党国 我听我父亲讲 他当时他们就是 有一句很重要的 因为关键的那个 他们跟他讲 我们为什么要这一块地 因为党国另有用途 就等于是 无常征用的 党国另有用途 那而不是要去种柑橘 那所以说 他拼命的 就是说先射箭再画靶 因为他们明知这个过户是维华的 农地是不可以买卖 不可以过户 不可以登记的 但是他就硬逼的 我父亲把那个 其中十笔地号 中间有九笔地号 都是汉地 垫等等的地幕 就把它全部一概改成建 因为建地当年才可以过户 那时候你已经出生 但是还小 我当时大概差不多七八岁 七八岁而已 如果你传想父亲或是父亲 后来有跟你讲 就是说能说不吗 能不签吗 对 他终于放他回来以后 他说他们硬要 硬要吗 不能不给吗 对我妈妈就是提到说 他们硬要嘛 就是这样 好 那现在就说 党产会他这边露出一道树光了 是 那我们要讲就是说 如果这些 你们原先 你们为地主这些土地 他已经改做他用的 我们讲就是说 我们一般会误以为是原地建设 他们跟国民党买了 买了以后 他们要拿去盖房子 这是我们一个外界的一个误解 事实上你跟我们细数 就是说属于你们家那块地 可能目前的状况是如何 进度是如何 现在因为国花院 国家发展研究院 他中间正好有 有木栅路这个横过 所以说他有一个北院 还有一个南院 那我我父亲的这个地 大部分都在北院 那以这个杜麦证明上面 现在党产会算出来 是1820平 那也是被原地建设 从国民党手上过户之后 也去向台北市政府 申请所谓地幕变更 因为他原来是 所谓的机关用地 那原地建设买 花了所谓的43亿 来购买架构这块土地 是机关用地 难道他要去盖教育部 或是外交部 就是机关用地 就是像青春的 就是机关用地 所以说他 一定要地幕变更 然后盖大楼 才会获利 是是 那结果所以说他 他去架构 所谓架构之后 然后又又自称是 所谓的善意第三人 都不知道这一回事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在当年 他们在架 所谓跟马市长架构的时候 就是有 也许 就是 中间也有 就 有 案盘 所以说在他们也曾经 曾经架构之后 还说 在中国时报上面 登说 马市长您说的话 还算数吗 马市长 诚信很重要 等等的 所以这些 在属于你们家用地 这个部分 跟原力建设 跟国民党 当时马主席 他们的交易是同一块吗 同一块 因为我在他们 在他们投标之前 我也跟市议员甜心 还有徐家青等等的 到这个国华院土地的正门口 去做 举行记者招待会 跟这个抗议 基本上这一块地 我是当时就见报 然后也是报纸头条 就是对社会公布说 这一块土地是有纠纷的 是目前正在诉讼的 所以说 我希望原力建设 也不要插手去去购买 或是去想要去变更地幕等等 甚至在原力建设 像事后原力建设 向这个台北市政府提出说 要地幕变更 那在台北市政府各局处 各单位也在市政府的这个会议室 就是说举办公听会 我也有亲自上台 这个参加就是抗议 这个基本上是原力 所以那个现况呢 所以那个现况呢 推说他完全不知情 这个我相信是不对的 现在那块土地 就是说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小用地了 一部分是属于机关用地 所以要改成住宅 住宅区 商业区 那现在呢有盖起来吗 哦没有 基本上他改成住宅区 跟商业区是已经被通过了 但是这个他因为我在当年提出诉讼 是针对原力建设跟国民党 那因为我在提出诉讼 所以说他就把北院 嗯 就是捐给市政府 嗯 因为他为了变更地目 然后把机关用地 变成住宅区商业区 需要捐大约40%到50%的地 给做一个公共设施 所以说他就捐北院 因为我在我在提出诉讼 所以说他就捐北院 嗯 然后保留南院 为呃 住宅区商业区 那经过他这样一整的话 北院现在已经由台北市政府的 勇建国小千校 已经呃 进行开发 而且呃 这个校舍等等 已经盖到大概两层楼 三层楼 是 还有这个操场等等 已经已经都在施工当中了 那至于说原力他就丢着呃 已经完成这个养地的目标 嗯 就是说这十年来 他用所谓的43亿 台面上43亿跟呃 国民党架构 嗯 目前的价值 嗯 嗯 第四价 嗯 由这个苹果日报也也提出这个 没关系 也先还有30秒 如果现在要追讨回来 也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还地了 就是说你们最后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哦 如果 当然是最那个有几个方向嘛 呃第一个就是说呃 原地返还 或者说呃 另外就是价金 哦 或是怎么样 这个可能事后需要再去呃 讨论 OK好 今天非常感谢叶宋元 接受我们的专访 我们拭目以待 看这个呃 呃国发院案后续发展如何 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 我们马上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节目现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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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